我们讲过天文 讲过人事 讲过一些事理 讲过科学 玄学 这些东西呢 重要的我们还会反复再强调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历史 这些 其实 为什么分这么多科 而古圣贤贤的 不仅是中国 西方 你看西方也有达芬奇 先有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 反正很多 那个时候人 怎么感觉那个时候圣人那么多呢 就是时代辈出 然后同时他没有什么都懂 因为那个时候人的观念是通的 道德 道理 自然规律 它是唯一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真理 他就围绕着这个所有的这些 都是按他这个道理来理解 随着现在科学这个发展 就不断的细化 这个树根 树干 树枝 开花结果 甚至说飘到其他地方 你不管飘到哪 他在地球上 他就是天地水火雷锋三则的这八卦 其实无非就是这些 只不过他找不到树根了 走得太远 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要出发 我们言归正传 这个地理 我们说地跟天 现在有人说 古人是以这个月球为天 那如果是这样 那在月球上看地球 地球也是天 还有一种说呢 叫天空 为什么叫天空 天就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 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其中就是所谓 按物质按能量啊 波娱能量啊 色场啊 就这些 按物质啊 就是反正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肉眼可变得 这个世界很少嘛 你看我们只能看到七色光 红外线紫外线以外的 就看不到了 而我们看到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呢 就不用拿 所谓更高尚的 一些一些高能的东西 现在流行这个词了 我们开始 所以时代又应这个 所需又慢慢来了 就是我们的猫狗 它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 除了颜色之外 蛇 感到的这个 它可以看到红外线 就是说感到那种热 这是感觉 包括它看到的形状 像苍蝇啊 这个蜻蜓啊 那看到的都不一样 听到的声音 这些甚至说通过声音传播 蝙蝠 它们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特长 这个又讲的生物了 就是它每一个世界 你认为你看到的世界是真的吗 所以说你的这些真理是真的吗 对它们来说这些东西才有用 对你来说这些有用 那你说谁对谁错呢 所以这个阴阳对错 这个二分法在西方 就认为这个凡事都是一刀切 我们中国就是比较 最终这个灰色地带啊 就是这个太极这个中间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而千颗二挂 一个天一个地 只占两挂 六十四分之二 那说地呢 这是地跟天的概念 地理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说从地球的这个大陆板块开始 这个大陆票一说 有没有听过 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地图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那个海岸线 那些都能拼在一起 而现在就是他们 就规划的啊 这个认为 这个之前是什么形状 我看那些是不太符合的 你自己去买那个拼图去拼一拼 大概拼在一起 就是个方形 所以说天原地方 是不是又一说呢 而中国恰恰在它中间 这个中途就来了 好 有没有 没有